不过煮东西吃除了食安的问题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油烟空污的健康问题 为了减少餐饮的油烟空污 环保署现在新定了餐饮业 空气污染防治设施的管理办法草案 将会列管营业面积在1000平方公尺以上 或是座位数300个以上这样的餐饮业 都需要设置像是集气或是排气的管线 而且需要每个月都清洁保养 预递在年底公告上路 违规的话最高可以处100万元法环 空气品质令人担忧 不过你可能不知道餐饮业的PM2.5排放量 恐怕比电厂还高 为了减少餐饮油烟空污 环保署新定了餐饮业空气污染防治设置管理办法草案 将列管营业面积1000平方公尺以上 或是座位数300个以上的餐饮业 都必须要设置集气排气管线 而且每个月都要清洁保养 排盐管也不能像这样直接通到排水沟 让空污变水污 办法预定在年底公告上路 违规的最高可以处100万元法环 新设的业者我们要求110年3月1号就开始要符合 既有的业者的话 我们给他比较长的时间可以调试 所以是到110年的12月1号才开始实行 不过双北市更决定要扩大纳管 北市针对100平方公尺以上 遭到陈寝三次以上的业者都会加强要求 而新北市不只是100平方公尺以上的店家 座位数若是30个以上也要纳管 加强管制就是希望可以有效的减少空污 欢迎大家一个干净的空气品质 华日新闻中有些梁红志台北报道